最近有几位铁粉呢 说急需我讲讲WCET 因为WCET刚刚恢复了在国内的培训业务 很多人在考虑要不要去学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在这里讲一下 你需要了解的 在你决定去学这个东西之前的一些主要的内容 还有分享一下自己的学习心得 WCET一直是我非常推荐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学习内容 它是非常中肯的一个观点 就像我自己讲久一样 大家会发现讲的观点是非常中肯的 你会看它的内容讲什么东西 它不会说这个伯根地摆一定很好了 或者说这个酒一定是什么氛围 它往往会说这个酒的偏向于这种氛围 通常会是这样的氛围 比如说通常是酸度比较高的 有这样的氛围物质的 这个跟我们很多人写的书啊 讲酒啊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把这些东西讲得很肯定 那些业语爱好者 或者刚开始学的人呢 在喝酒的时候发现 这个跟这个讲的不一样 好像是开始怀疑人生了 其实是他们讲的太肯定了 这个东西呢 没有百分之百的 那WFCT呢 就没有这个问题啊 非常有助于大家去学习 另外一个WFCT 为什么是在这个酒培训中最成功的之一呢 英国它是并不生产葡萄酒的一个国家 它是那气泡酒现在 但相比之下 它根本就不算生产什么葡萄酒的国家 所以它的观点能保持更加中立 至少在别人看来呢 它有比其他国家更大优势 如果呢 法国人在讲这个酒呢 或者美国人在讲德国人也行啊 他们的观点往往可能会很有可能啊 至少别人会觉得 他可能会把自己的国家的酒讲得更好一点啊 第二呢 WFCT呢 它只是一个培训机构 你考完以后通过以后呢 它会给你发一个WFCT 相对等级的一个证数 但是呢 这个并不是我们说的什么瓶酒师证数 瓶酒师它并不是一个证数是可以得到的 没有这样的考试说 你考了以后你就是个瓶酒师了 瓶酒师呢 它更多是一种职业啊 比如说罗伯的帕克这样子 是一个某个公司工作的抬头啊 那你读出通过人 最多只能说自己有这个证数几级啊 不要去说自己有瓶酒师 我就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啊 朋友请了一个另外他的一个朋友 我们一起吃饭 他说他这位朋友非常厉害啊 国际二级瓶酒师啊 所以呢 我们就见个面吃个饭啊 一起聊聊酒了啊 那见面以后呢 我才发现他说的国际二级瓶酒师呢 其实就是WCD二级啊 那当时我第一个念头就出来 千万两个人 千万不要问我是有自己 因为我不想打扰别人的雅兴 呃 因为很多人会互相比较 在他不知道的时候 他可以侃侃而谈啊 我还是蛮喜欢他这样子 他讲的很有激情了啊 很开心了 他随便讲什么 我反正听听一些心 吹牛也无所谓了 反正这个都听听有趣啊 知道不尴尬 以后你如果读了以后呢 希望不要说自己是瓶酒四级级啊 一定要讲清楚这个 不要在这个沟通上出现失误 第三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WCD呢 它是分为四级的 普通就是分为四级啊 一二三四 你从二级开始学就可以了 那二级到跳三级 他这个台阶难度是一下子上去了 完全不一样的啊 那三级到四级的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跨度的啊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呢 一般都从二级开始 你先垃圾一下 然后呢 试验一下他这个学习的这个构架 各方面啊 最后一点的是我最想告诉大家的 就是如果你去参加培训 你发现老师告诉你 这样这样可以啊 通过考试 或者这样这样背 可以通过考试 以通过考试为目的啊 告诉你啊 这样的老师是不称之的 在我自己的学习过程中呢 我从来没有因为考试去学这个 我就是因为兴趣啊 所以从二级开始 一不小心的全部把它给念完了 但是在我整个学习过程 就是因为我自己想学 我就很有兴趣 我觉得蛮有意思 我就一直往下学 我希望你去学习 也是以这种态度 就你想从中获得知识啊 或者进步 这样的一种心态去学习的 我当然知道我们这个证书 对很多人非常重要 这个这个社会现象啊 对证书非常非常重要 很多人啊 就是非常爱认证书的 所以造成很多人去学习这个东西 还有很多其他东西一样 他不是真正的是爱这个东西 而是呢 工作需要 或者训练自己的需要啊 在我有4万粉丝之前 我是没有提过我自己学习 WST这个东西的啊 我当时讲法是非常简单的 我觉得至少一集要有1万粉丝吧 如果说4集这个粉丝就很少 这个非常尴尬啊 所以我一直就前两年 就一直都没有提这个事情了 后来我才加在加上去的 那这个呢 又让我看到另外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 就是非常重点的告诉大家 特别是一些粉丝 然后他去看别人讲究 想去通过学习知识 我告诉你啊 别人背景有什么证书 不是最重要的 你要相信好的学生不一定成为好的老师 在他学习的时候 他可能有很多证书 那只是他的一个输入的功能 但你从他来学习 那考验的是他输出的功能 那讲到这个证书的东西 我真的是非常多感慨 我尽量的不讲太多 去总结一下 大家听住重点 我看到不少人他有很多证书啊 这么八经的证书 他是有的 比如说4集啊 他这么八经是有的 有的可能是假装的 或者假的粉丝告诉我 这个都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我觉得一个人呢 如果他自己学的东西是这样八经的学习 但他却又不把这种正儿八经的东西输出给别人 而是去讲一些啊 有的没的啊 甚至误导一些 尤其是年轻人的这种世界观 消费观的这些东西啊 这么来获得一些粉丝 我觉得这样的涨粉呢 就是一种耻辱